接下来我们来讲的内容是电磁震荡与交流电 LC是什么?LC就是电杆和电容 它们能够产生周期性的震荡 RLC电路的阻尼震荡 RLC的电路是由电阻、电杆和电容组成的电路 三个简单的电路的强迫震荡 强迫震荡是一个震荡系统受到外部驱动而产生的震荡 三个简单电路中可以透过外部驱动来实现强迫震荡 然后RLC的串联电路也是电阻、电杆和电容 串联起来的电路 可以表现出各种不同的行为 包括震荡、阻尼震荡还有共振 最后来讲它的功率了 它的功率的公式给大家一下 好,就这个 好,那接下来讲最后一个变压器 变压器是一个用来改变交流电压的大小的设备 通常有两个或更多的线圈组成 这些线圈之间通过磁场相互作药 那今天就介绍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